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我们相关的课件笔记也能去加到木质老师好吧 ok 然后的话我们还是一样的啊 这个案例我是采集B站某一个up主的所有的一个视频内容啊 就随便选了一个啊 选了一个up主 然后的话 我们整体的案例还是分为两个部分给大家去进行一个讲解啊 分为两部分 分为两部分 啊第一个的话就是关于我们单个视频的一个采集 然后第二个的话 第二个的话就是多个视频啊 多个视频采集 先讲单个再讲多个啊 多个的话会麻烦一点啊 这个的话会有一个加密参数啊 会有一个加密的一个参数 到时候我们可以给他去进行一个解决啊 去给他逆向一下 哇 ok 然后我们做爬虫的话 还是按照基本的流程来啊 按照基本的思路啊 按照我们的爬虫的步骤 爬虫实现的基本流程思路啊 还是按照这个来 分为我们的一个数据来源分析 让我们的一个代码实现步骤 代码实现步骤啊 还是按照我们这个基本的流程来啊 数据来源分析里面的话两个点 对不对 然后的话我们是一个什么明确需求 第一点明确需求 第二个 照报分析 然后我们的代码实现步骤的话 分为四步 发送请求 获取数据 解析数据 和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保存数据 那分为我们基本的 呃 这几步啊 基本的这几步 啊 明确需求的话 就是明确我们采集的网站 以及数据内容 把每一步的话都给大家写清楚啊 让大家知道每一步 是做什么的 明确采集的网站 以及数据内容 OK 呃 网址的话 因为我们是先做单个视频采集嘛 那数据的话肯定就是视频内容啊 打视频的一个内容 然后呃 网址我们就随便选一个吧 啊 随便选一个 OK 那这个的话就是他的一个网址了 我们拿过来 这里啊 哎 这是他的网址 然后网址和数据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第二步啊 第二步是什么呢 我们那个抓包分析 暂停一下啊 第二步抓包分析 抓包分析的话就是通过浏览器的开发者工具 浏览器的开发者工具 分析对应的数据位置啊 对应的数据位置 就分析一下我们想要的视频内容 它是在什么地方啊 在什么地方存在的 呃 基本的一个抓包流程的话啊 基本的抓包流程 是分我们三步 第一个我们打开开发者工具 呃 第二步刷新网页 第三步通过关键字搜索 找到对应的数据位置 啊 就通过这三步来就行了 打开开发者工具的话 直接f12就可以了 f12或者说右键点击检查 选择network 也就是我们的网络面板 选择这个网络 呃 刷新网页的话 就是让本网页的数据重新加载一遍啊 让本网页的数据内容 重新加载一遍 然后我们刷呃 关联字的话 就是我们关联字 关联字搜索 这个关联字的话 就是我们需要什么数据 就搜什么数据 啊 f12没反应啊 首先第一个f12的话 这个流程是在浏览器当中进行的 啊 浏览器进中的进行的一个操作啊 你如果说啊 如果说你在这个什么拍卡里面 爱f12的话 对啊 哎 他还是能打开一些东西的 能打开这旁边这个 你要在网页上面爱f12 网页上面爱f12 啊 如果说你说老师 我在网页上面爱f12不行啊 有可能你是笔记本 啊 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说你是笔记本的话 可能要fn加f12 啊 如果说啊 你是笔记本 啊 电脑啊 可能是需要干嘛呢 fn加f12 对 因为可能要加个功能键再加f12 这也是有可能的 如果说你实在不行的话 你就右键啊 右键点滴检查 那你说老师我f12的话已经烂了啊 对吧 已经磨得了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网页当中 你直接右键 点击这个检查 哎 这里有个检查 你点击一下 点了之后呢 他就会把这个呃 开发者工具弹出来啊 就弹出来 你弹在左边啊 弹在右边后下面都没关系啊 都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再选择这个网络 再选择这个网络 懂了没有 哎 就是这个网页啊 这个界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 开发者工具的一个界面 然后选的就是这个网络这里啊 就这个 然后的话我们再刷新啊 刷新 点一下刷新 点到刷新之后的话 他才会把整个网站相关的数据 才能完完整整的加载出来 如果说你不刷新的话 他给你的数据是比较少的 不全的啊 我们要刷新一下 OK啊 刷新之后的话 他这里不就是会返回一些相应的一些数据内容吗 是吧 啊 会返回这些数据啊 返回这些数据之后的话 我们要去找他的一个呃内容 像b站的话 他有点特殊啊 他特殊在什么地方呢 打b站视频的话有点特殊啊 b站视频的一个特殊啊 特殊的一个地方 他和其他的网站不一样 特殊的地方 你像我们正常的一个视频内容的话 正常的一个呃视频网站 是不是 你直接可以通过什么呢 可以通过开发者工具 选择网络 网络下面选择媒体 能够干嘛呢 能够查看到对应的视频链接 打之第一种啊 啊 这第一种如果说是正常的话 打正常视频网站可能是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种的话是一个m3u8的一个流媒体文件 那我们是可以干嘛呢 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呃搜索m3u8 啊m3u8 找到一个什么呢 视频的一个数据 是吧 但是我们b站视频特殊在哪里呢 他就是音频和视频是分开的 他的音频是一个链接啊 音音频和我们的一个视频内容 视频是进行一个分离的啊 分开的 把音视频是分离的 懂了吗 他会有一个专门的音频 音频的一个链接机制啊 音频的链接机制 然后还会有一个视频的链接机制 这个音频的话 他就只有声音 没有画面 啊 没有画面 然后视频链接的话 他只有画面 没有声音 但这是我们b站所特殊的一个地方 就比较特殊的一个点 那像这种他的数据在哪里呢 对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这种m4s的一个样子的 我们把这一个视频暂停一下 我想给他弹出来 这网站拒卡 我给他暂停了 暂停了 给他暂停 他都没有播放了 暂停一下 OK 你可以看到 他这里面的视频的话 会有这种很多种m4s的 你看这种m4s 然后这前面也m4s 对啊 像这种话 它是一个什么 它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音视频的一些数据 你看 它里面的话 这种是一些二进制的一些内容 对吧 你看这个感觉像乱码 它其实就是一些二进制的一些数据 所以我们去搜的话 其实是以这个m4s的一些观念字去搜 就以它这里面的参数去搜 你搜了搜的话 你会发现 它的一个数据 它在哪里呢 你会看到这里有很多这种m4s 其实都是它的一些音视频的数据内容 音视频的一些链接地址 对吧 那我们这些音视频的链接地址在哪里呢 其实在它的这个网页源代码里面是有的 在这个网页源代码 你看没有 这里一个b多少的 这个网页源代码里面 它就会存在我们想要的这些数据信息 那 你看没有 video 那视频的一个bass ur 视频的一个链接地址 它会有很多个链接 什么bass ur bass-ul 什么backup ur 然后backup-ul 这几个链接都可以 是吧 这几个链接都行 都是可以的 像这个是基本网址 这个backup的话是备份网址 但这几个链接的话 都是属于它的一个什么呢 都是它的一个视频链接地址 然后它又分了很多分辨率 你像这个是1920x1080的 那你像这个的话 也是1920x1080的 然后后面的话 它还有一些720p的 你看没有 还有720p的一个分辨率 然后还有我们360p的一个分辨率 所以说你在这里面 会看到有很多这种m4s的一个链接的原因 就在这里了 就是为什么这里 其实我们想的数据的话 就是在它的网易源代码里面 原来在这里是吧 对的 它就是在这里 就在这个地方 那它会有一个 有一个video 那video里面的话 它是一个列表 然后这里面的话 就是我们讲的链接地址 这个里面就是我们的链接地址 然后的话 它除了这个video视频画面以外 它还会有一个什么呢 来我们往下看 往下滑 在哪里呢 那看到没有 它这里还有一个audio audio的话是音频的内容 那它这里面又分为了很多一个链接 所以说其实我们想要的一个视频数据的话 就是我们b站的一个视频数据 就它的一个视频的一个音视频链接 其实就是在什么呢 在它的网页源代码中 在网页源代码里面有 知道吧 就在这个网源代码里面有 然后的话 它是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叫做什么playinfo里面 这里有个播放的一个信息 你看一秒 它这个有个window点上杠杠 playinfo 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些数据内容 包括我们想要的一些标题 在这个里面其实也有 我们想要的一些标题的话 标题信息的话 在这里面它也是有的 懂了吗 所以说我如果要获取它的链接的话 或者它的一个数据 或者它的一个视频的内容 我们就要请求这个 请求这个 音频有音质不同的吗 我不知道它有没有音质不同 因为它没有写 对吧 但是呢 我告诉你 一般情况 一般情况 如果说它给你返回多个链接 就是关于音质的话 你要么第一个是音质最好的 要么是最后一个 就跟视频画面也是一样的 就要么是第一个是画质是最好的 要么就是最后一个画质最好的 大概率是这样子的 你像我们这里的话 它关于视频的话 它有分辨率的一个选择 但是音质的话 我就不是特别清楚了 它的视频的话 它是有分辨率选择的 这里会告诉你有分辨率 但是它的一个音质的话 我好像是没有看到说 它有特别的一些说指明说 这个音质是什么样子的 这里的话 你没有特殊说明 它的音质是如何的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取第一个就行了 懂了吗 这一位同学 就取这第一个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们实际的数据包地址是哪个呢 就这个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数据包地址 数据包的一个地址就是它了 懂了是吧 OK啊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第一步 为什么要去分析啊 因为如果说你直接干干干巴巴去找的话 有时候不一定能找得到 所以我们要分析下这个网站的一些数据是什么样子的 通过分析之后的话 我们才知道它是音视频分开的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我们的数据在什么地方 对吧 大概的话是这样子的 OK啊 那我们现在的话 现在的话我们接下来的话 就是呃代码步骤的话 就这四步啊 代码步骤就发送 获取解析和保存 它分别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 啊就这么一个意思啊 就第一步发送请求的话 它其实就是模拟浏览器 对于我们的URL地址发送请求 就相当于说我们刚刚不是分析了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是在这个里面吗 就相当于我们要去伪装成这个浏览器 对于它这个链接地址去发送请求 然后第二步获取数据 他获取就是服务器 返回的响应数据 那就是哪个 也就是他的网友 原代码啊 就把他这个网友 原代码啊 就把这个响应给他拿出来啊 把他这一整个响应数据全部拿出来 对他一整个响应数据的话 除了这个playing for的这个里面以外 你看还有这些标签嘛 对还有这种标签 看到没有啊 还有这种玩意 对就获取整个数据 获取了整个数据之后的话 我们第三步就要把这整个数据当中的一些 我们需要的给他拿出来 就解析数据的话 就提出我们需要的数据内容 那我们需要的就三个东西嘛 一个视频标题 一个音视频链接 音视频链接 但音频链接和视频链接嘛 是吧 就这些东西我们要给他汇取下来了 对吧 这个拿到之后的话 我们最后一步保存数据 那我们肯定要干嘛呢 把我们的音频 音视频保存起来 数据啊 获取音视频的数据 然后干嘛呢 合并成一个完整的视频内容 合并成一个完整的 因为我们这两个是分开的嘛 而且我们取的是链接 我们要把他的内容拿到 拿到之后的话 我们再给他合并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数据啊 这的话就是我们 基本的一个步骤 就是这样子的啊 代码的一个基本步骤 我们去写的话 就按照这个来啊 等会在写代码的过程当中的话 大家有不懂的 可以直接问啊 那么发送请求 发送请求的话就三个 模拟浏览器 第一个模拟浏览器 第二个我们的一个请求王子 第三个发送请求啊 就这三个点啊 就是三个东西 模拟浏览器的话 对吧 他就其实就是用了我们的一个 开发者工具里面的一个内容啊 就是用了 比如说我们找到的王子是他嘛 对我们请求的王子是这一个 然后他的请求图的话就在这个里面 就在这个里面啊 在这里 对 这是他的一个请求图 然后我们把什么呢 把他的cookie给他加上啊 把他cookie复制过来 这里的话要加cookie啊 这里要加cookie啊 放到一个字典里面 给他复制过来啊 放到这个字典里面啊 加上我们这个啊 那这样子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ua啊 ua的话我们也给他拿过来 这里 user agent 我们也给他复制一份 OK啊 就这两个东西 你直接复制过来 放到这个字典里面就行了 啊 这个cookie是什么意思呢 啊 cookie的话是我们的一个用户信息啊 常用于检测 是否有 是否有登录账号 登录与否的话都有cookie啊 然后ua的话是用户代理 用户代理表示浏览器 浏览器 或者说是设备的一个基本身份信息 对吧 其实啊 其实我们这个b站的话 你不加cookie也能得到数据 就是你不加这个玩意也能得到 但是的话你得到数据 他不是高清的 他不是高清的 啊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一下 就是我们b站这个视频 他有一个特殊的点啊 就如果说你没有登录的话 啊 你没有登录 他默认只能看什么的 360p的啊 360p或是480p的 他只有这个分辨率的 就是没办法获取到1080p的 如果说你要获取这个1080p的一个视频画质的话 那我们得需要干嘛呢 把携带上登录的cookie 理解14秒 携带上我们登录账号的一个cookie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获取到高清的画质 如果不然的话 你拿不到高清画质的 就是为什么要加个cookie的原因 就在这里 啊 请求网址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找到那个链接 我们也给他复制过来 那把这个链接我们也复制一份 复制一份 暂停进来 呃 发送请求的话 我们就导入数据请求模块就可以了 导入 数据请求的一个模块 inport 一个request 导进来导进来之后的话 我们网站当中他用的方法啊 他用的请求方法是一个 呃 get 请求 打是一个get 请求 那我们在代码里面也通过他里面的一个get的方法 那通过request 点上一个get的一个方法去请求 把我们的链接传进去 url 等于什么呢 哎啊 你这样写也可以啊 url等于我们还是这样去吧 url等于 headers等于headers 再用一个response的变量去接收就可以了啊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发送请求的基本的代码内容 这几行代码有没有哪行代码不了解意思的 你可以说一下啊 这几行代码不理解意思的 你有哪行代码不理解的吗 啊 25行到我们的一个37行代码 如果说都理解的话就扣扣6啊 有疑问的话你可以扣扣5 那不懂的话多问啊 不懂的话尽可能多问 对于如果说本节课讲的东西有不懂的话 你们就问就好了 这个没关系啊 你不懂就是不懂啊 ok啊 第二步啊 获取数据啊 获取数据的话 我们这里要获取他这里面的响应数据嘛 就这个嘛 那就这个响应数据 那这个的话 他其实呢 就是往远的嘛 也就是获取他的一个文本啊 获取响应的一个文本数据 获取响应的文本数据 html等于什么呢 response 点上一个 text 那点上一个text 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取到他的一个网源代码了啊 想象的文本啊 也可以获取他的一个网 就相当于他的网源代码 那这样的话他的网源代码就拿到了啊 来我们运行一下 运行之后的话 那我们来打印看一下他的一个输出的内容 看有没有我们想要的内容 那这个的话就是他的一个数据啊 他的数据 打网页相关的数据 然后我们想要的这个内容的话 他在哪里呢 他不是在那一个啊 v6刚playinfo里面吗 但是在这个里面 那我们去搜一下有没有返回啊 我们搜一下这个数据有没有返回啊 呃 我看一下第一个啊 是吧 这里是有返回数据的吧 有返回我们想要的一个啊 数据内容的 那所以说啊 这里的话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字典啊 把这个阶层数据给他匹配出来 用我们的正则 把我们的数据给他取出来 那么第三步解析数据 解析数据的话 我们这里就用正则表达式啊 用正则去取会比较方便一下 导入我们的一个正则表达式模块 import i 正则怎么去用呢 教大家一下 我们这里写下笔记啊 因为前面两部的话 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正则 表达式的简单使用 啊 这个正则都会吗 如果说都会的话 你扣个一好吧 正则会用的扣一啊 正则会啊 会的扣一啊 不会扣二 啊 你会的话你就扣一 不会的话你扣二 我看有多少同学不会的 如果说都会的话 那就直接写就可以了 因为比较简单啊 啊 有不会的是吧 啊 正则的话我们一般是用了什么呢 一般我们调用它R1点放到二的一个方法 那比如说我们这里提取一下标题 好吧 R1点上一个放到 提取一下标题 我们先把标题拿到 好吧 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教大家啊 告诉你们什么意思啊 R1点放到二的话 它就是相当于是调用什么的 R1模块 R1是模块吗 正则表达式的模块 里面的一个什么呢 放到二的一个方法 调用正里面方法 然后这个放到二是什么意思呢 放的就是找的意思嘛 对啊 二的话就全部嘛 就找到全部的数据啊 它就表示什么呢 表示找到所有我们需要的数据 找到所有我们需要的 那问题来了 就是程序如何知道呢 如何知道你想要的数据是什么 对不对 他怎么知道 如何知道你想要的数据在哪里呢 你想要的数据在哪呢 是不是啊 所以说我们需要在这个括号里面 给他两个基本的参数啊 需要在这里给他两个基本的参数 两个什么基本参数 一个是数据 就是你要匹配什么数据 你要什么数据内容 第二个的话就是数据源 两个最基本的一个参数啊 数据数据源 就相当于从什么 从什么地方 去匹配什么数据 从哪里去找什么数据 那我们的数据源 首先是不是很明确 对吧 我们想要的数据和数据源 是不是很明确 我的数据从哪来 就从这个网友员代码里面来啊 就从这个里面来的呀 这个是哪里 是我们刚刚打印的这个html吧 也就是从这个html里面 去找我们想要的数据 找哪个 找标题吧 那我们来搜一下 看他的标题在哪里啊 我看他这个标题是吗 他标题是这个嘛 你刚刚标题不是这个吧 我刚我记得是 哎 我刚爬的是这个视频吗 应该不是的 应该不是这个视频 我重新找 我记得我爬的是这个视频吧 这个锁骨与马甲 不然等下我们复制错了 不是这个 因为他重新播放了一个视频 他播放了另外一个视频 我记得我爬的是这个 不然你等下 你等下 他改了 到时候你收收不到的 来我们收一下这个 那你看这里的话 就是有他的一个标题 看到没有 这里是不是就有他的标题 对当我们通过这里去搜 搜索的话 你就counter键f就行了 counter键f 就他会把这个搜索框 给我们弹出来 打开这个之后的话 那我们想要的数据 他不就在这里吗 对你看这里也有 这里也有 这里也有 是不是 然后你把你说需要的数据 你给他复制一份 前后复制一部分 那我就复制到这里 粘贴进来 我就把它 这个是我们需要的数据 然后他前面 我们复制一部分 后面复制一部分 然后中间的 这一部分数据的话 我们用括号括起来 用个括号括起来 表示 这个数据是我们想要的 但是你想一下 每一个视频 它的标题都是不一样的 对 你像这里的话 它又有中文 又有我们的一个英文 还有我们的一个符号 对 那这里面的东西怎么办呢 统一用一个典型问代替 统一用一个典型问代替 表示你要匹配的数据 就相当于从这个 什么 监控号 he data -title 等于引号这里 从这一部分开始 到下一个引号 -title 这里结束 中间的这部分 内容就是我们想要的 那它的话就会把我们什么呢 把我们这一个标题符合这个规则的都会给我们返回出来 看没有 那我们的标题它是不是就返回出来了 然后返回的话 它是返回的是一个什么列表 列表 那我要的是里面这个文字内容 那么直接列表 索引取值取个零就可以了 直接取个零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标题具有了 懂 那能不能理解啊 这个能不能理解 能理解的啊 口个口个6啊 不能理解的话口5 对 这是正则的一个使用啊 那再去这个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啊 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你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个字符串啊 有一团数字 对 有上数字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电话啊 我们那个电话 是不是 然后它是一个什么 是这样子的啊 然后后面的话 我们有一个什么呢 呃 有个有个逗号 然后后面有一个信息 是不是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们要去匹配什么呢 要匹配这个电话啊 匹配这个电话内容 电话啊 电话的话 我们用正字怎么去写 啊一点上一个方道 是不是 我们需要的数据 是不是给它复制过来 我把需要的内容 前后复制一部分 你前后多复制一部分 都可以复制单体过来 然后中间这个是我们需要的 那就用个扩号扩起来 然后里面的话 你不管它的数字还是什么 你就用个点形文代替就可以了 啊点形文代替 那你比如说我们这里是一个什么呢 呃 啊 str 对 那就是从这个里面 去匹配啊 这个电话码 就这样子就写了 然后它就会把这个电话 给我们反过出来 啊 就这么一个意思啊 就这么一个意思 对吧 啊 就这么一回事啊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不就是拿到了这个吗 啊 这是提取我们的一个标题 那么还要提取什么 提取视频的新光信息啊 对吧 提取视频相关的一个信息内容 我们视频信息相关的话 它是在哪里 是不是在那一个什么呢 呃 在那个play info里面啊 对 是不是在那个play info里面 那么打印一下啊 我们打印一下这个html 我们想要的那个信息不是在那个什么window 对啊 然后啊 就是我们直接说play info吧 play info啊 在这个play info里面啊 那就是这一段吗 对 是不是这一块 那这块吧 不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吗 我给他格式换一下啊 不不给他换好了啊 那 他不就是在这一段里面吗 对啊 这个这个里面不就是我们想要的吗 那我们是不是按照这个给他复制过来 对 从这个等号开始 哎 后面的内容是不是我们想要的 用个典型文代替啊 一直匹配到哪里呢 啊 匹配到他有另外一个什么呢 啊 另外一个符号 在哪个地方来着 啊 匹配到他有一个呃 另外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标签符号 就是跟我们这里是对应的 那就是这个地方啊 就是相当于这里啊 对比如说我们前面不是有个这个吗 啊 有个这个符号 他会后面也会有一个什么呢 啊 会带一个这个啊 带个这个 打就匹配到这里接着 打中间的这部分内容就是我们想要的 那也是从什么呢 从这个html里面去匹配的 他也会返回一个列表 所以说我们也给他列表 首先取值取格零出来 那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info的一个信息 那我们的title 和我们这个info 哎 就拿到了 啊 我们的一个标题和我们这个视频信息所在的这个节省数据 你看 是不是就拿出来了 是不是拿出来了 对不对 啊 拿出来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根据什么呢 那我们这里他返回的这个是什么 他返回的这个是个接生字符创的一个数据 我们要给他转成接生字典 把我们的一个啊 接生字符创 转成接生字典 然后我们导入两个模块啊 导入两个模块 首先第一个导入一下我们的一个接生模块 import 接生 啊 再导入一个什么呢 导入我们的一个格式化 输出的一个模块 from pip import pip 啊 导入一下这两个模块 为什么导入这两个模块呢 首先第一个啊 接生的话我们是给他转换的 给把这个数据给他进行转换 把这个info传进去 用个接生data去接收 然后我们可以打印一下这个接生data 啊 打印一下 然后我们再用一个p-print去打印 啊 用个p-print去打印啊 这里的话会有一个效果有点不一样啊 给大家看一下 对比一下这几个的一个区别 这是我们刚刚打印的这几个东西啊 这几个 首先的话 我们这个info啊 啊 这个是标题吗 前面这个是标题啊 首先我们这个play这个info啊 这个info的话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这里是一个接生 字符串数据啊 它是个字符串 啊 接生字符串 对不对 然后的话我们通过哪一个 我们通过这个 这个呃 接生的一个模块去进行转换啊 这个 对 我们print成这个接生data 它这个的话就变成什么呢 你看到没有 它就是一个接生字典啊 它是个字典 啊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字典了 那接生字典的一个形式 就是它是个接生数据格式 但是它就是一个 呃 字典的数据类型 上面这个的话 它是个字符串啊 是个字符串 然后我们再通过了一个什么呢 我们再通过这个p-print去打印的话 你会发现啊 跟我们printer去对比的话 它它有个区别 对不对 当我们用p-print打印的时候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展开的一个数据 像我们用print打印的话 它是在一行里面 啊 在一行里面 如果说用这个p-print格式化输出的话 它会把它的一个建子队给展开 这样的话 我们就知道 它每一个数据对应的位置是什么 把它一一对应的 那像我们的一个视频 对 那不就在这里吗 把我们的音频 它不就在这个地方吗 一秒 啊 这样的话就会呃 看得更清楚 更加方便我们去取值啊 更加方便我们去取值啊 OK啊 那我们现在的话 我们要去提取什么呢 因为它这里已经是我们的一个字典了嘛 它已经是一个字典 一个接生字典数据 那我们就可以根据建子队去取值了啊 根据建子队去取值 那么提取一下呃 音频链接 啊 音频链接的话就是这个audio 原 打从这个字典里面去取值啊 根据冒号左边取冒号右边 字典取值的话就是 你看这里不是有这种冒号吗 打这个的话就建子队啊 打这是一个建子队啊 这是个建队 对不对 那我们拿这个来看啊 那呃 这是一个建子队 这是个建子队啊 这里是个建队 就如果说我们需要这个零啊 code所对应的这个零 那我们就直接取它就行了 但如果说你需要这个零的话 你就取取它 根据冒号左边提取冒号右边的内容 我们最终想要的数据是哪一个 是这个audio里面的这个呃 bass ul的链接 我最终想要的是它 对啊 这个bass ul在哪里 是在这个字典里面 这个字典从来 从这个列表里面 所以说我们从最外层一层一层取 先取data 取了data之后 它返回冒号右边的内容 对 返回冒号右边的内容 你看 我们再去什么 这个大许 对 再去它 然后返回又返回冒号右边的这个 咱们再取这个audio 啊 再取取这个audio 看没有 取了audio之后的话 它又返回冒号右边的 那返回的这个是什么 但这个中括的话 它不就是个列表吗 它里面是有很多个啊 那列表的话 我就直接取第一个就行了 对啊 列表 所以取值取第一个啊 就写个零 取个零的话 它就会把这个字典给我们返回出来 就这个啊 它会把这个字典返回出来 返回出来之后的话 我再要它里面的这个UL地址 啊 再把它这个bass 就是这个链接给它拿出来 懂了没有 啊 这是音频的链接啊 那我们提取视频链接呢 啊 提取视频链接是一模一样的 那一模一样的 只是说你把这个啊 audio 你看我们的音频的话在这里 那我们的视频呢 它对应的这里话会有一个video的啊 对应的是个video 就把这个audio改成video就行了 一模一样的操作啊 一模一样的操作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一个音频链接 啊 音频链接 还有我们的一个什么视频链接 按照我们这个方法就拿到了 按照我们这个方法就拿到了 看到没有 对啊 我们的一个啊 名字 然后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音频链接和我们的一个视频链接就拿了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解析啊 提取数据啊 解析数据 提取它的标题 提取它的信息 然后把它的一个链接给它拿出来 OK 那关于我们解析数据53行到我们61行 没有疑问的同学 coco7 没有疑问啊 就coco7 有疑问的同学 你可以把你的问题说出来 或者说你哪行代码不理解 你可以直接说代码行数 主案人 老师讲的妙啊 讲的不妙的话 我怕你喷我 毕竟你是主案的 对吧 OK啊 大家都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的话 那么接下来继续啊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保存数据了 好 那么保存数据 我们现在拿到的是什么 我们拿到只是链接地址啊 只是拿到是链接 我们要把这些音频和视频内容拿到啊 那么来获取一下 获取一下音频的内容 以及我们的一个什么视频内容 视频内容 啊 因视频内容的话 我们全部给它拿下 拿一下 那就是如果说要获取它的音频内容和视频内容的话 我们需要对它的链接去发送请求 那通过request.get ul 等于什么呢 audio ul 然后heads等于heads 获取它的一个恶进制的数据啊 或者它的一个内容啊 或者它恶进制数据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音频的内容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音频的内容 content 啊 这是音频的内容 那我们的视频内容呢 哎 同样的嘛 我把这个链接改成什么呢 改成视频的链接 啊 名字改成视频的内容 就可以了 啊 这个的话就是获取的视频内容啊 那音频内容 视频内容 那我们来给它保存一下啊 然后保存啊 保存出去 那么通过withopen 啊 给个文件夹video 加上title文件名 再加一个什么呢 点np4啊 它的格式啊 np3 np3 np4啊 np3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音频嘛 wb i是我们的一个audio 那 那么写入数据 啊 audio 点上一个write 把我们的什么呢 把我们的音频内容啊 给它写进去 音频数据保存 那我们的视频呢 一样的嘛 给它复制一份 视频 那这个的话就是np4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里的话就是 呃 改个名字啊 改个名字 video 尽可能给它换一个名字 ok啊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视频数据的话 来我们运行一下 它就会直接保存在这一个video的一个文件夹里面 啊 保存在哪里啊 保存在这个video的一个文件夹 嗯 这个data给它删掉 啊 就这个video文件夹里面啊 还在还在还在运行当中啊 代码还没结束嘛 还没结束还在运行啊 所以说这里还暂时没保存出来 网速这么慢吗 他这个视频多大 一分钟我要爬这么久吗 他一分钟的视频我要下来下这么久啊 我要看一下他这个到底数据有多大啊 他是卡住了吗 我怎么怀疑他是卡住啊 我重新运行一下 我重新运行一下 我感觉怎么感觉他卡住了一样 啊 获取我们的一个链接 对吧 看多进程 我就爬一个视频 你还开多进程 疯了 我就爬一个视频啊 你还要开多进程 这跟网速有关 我网速可能不太行啊 不是吧 这么慢 这么慢的吗 都不给我看效果啊 OK啊 我们在等他下载的过程当中的话啊 等他下载过程当中的话 对我们这里是先单独把这两个东西给他保存下来啊 单独就是把我们的一个什么啊 音频和我们的一个视频给他保存出来 那如果说啊 嗯 对吧 我们要给他进行合并啊 进行合并 合并的话 我们可以干嘛呢 哎 我们会需要使用到一个FMPG的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的话啊 你可以去加木制老师去领取 B站好像有反爬 B站有反爬 B站的话 呃 批量的话有反爬 你爬单狗的话 他应该是没有反爬的 爬单狗的话 他应该是没有反爬的 但为什么这么久还是没有出来啊 呃 那我还是因为我想 因为这个保存完之后的话 他可能会播放不了 是吧 这个保存完之后的话 他可能会播放不了 因为你点一下这个链接啊 因为他没保存没法没办法跟你们讲 因为他这里会返回一个403啊 会返回一个403啊 403是什么意思呢 403的话是没有访问权限 是没有访问权限啊 我们可以加一个防盗链啊 我们这里直接直接加吧 我们直接加个防盗链啊 打403 打403的话是表示没有没有防盗权限 我们可以加一个什么呢 给他加一个防盗链啊 我们把它防盗链给复制一份 打防盗链对缝 我们给他加一下 但他这里不给我返回数据就很奇怪 我们把这个防盗链加一下吧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防盗链的问题啊 因为之前的话是可以直接直接下载的 下载之后的话 你可能会会视频有问题啊 就是视频的话可能会播放不里啊 打这个reform的话是防盗链啊 哎 防盗链 他就是告诉什么呢 告诉服务器我们请求的链接啊 从哪里挑战过来的啊 从哪挑战过来的 来我们再运行一下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这个防盗链的问题啊 下载了半天他都没那个 你说封IP了封IP的话我会进不去啊 但是我还能进入这个网站 那就不是被封IP了 可能单纯就是我网络问题啊 那我在这里的话这个网站就很卡 单纯网络问题 他不出结果我就很难受啊 你要等半天啊 打上这种他也没有结果他也没包错 我就估计他一直在下载当中啊 下载中你们应该运行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你们运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可能说是我网络问题会有点卡 后台太多小电影运行太多了啊 后台的可能有些因为直播的话会比较占宽带啊 比较占宽带 他没下来下来我就没办法合并啊 我靠 这就很尴尬啊很尴尬 那等他下下半天 我看一下我这里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代码是没问题的 获取我们的音频链接 视频链接视频内容 然后通过Title mp3保存我们的一个视频内容啊 音频内容 然后保存我们的视频内容啊 这个代码是没问题的 我感觉是不是公司需要需要可以加一下 加一下网速了 可以加一下网速了 开代理 我这个没有被封IP啊 这个没有被封IP 所以说没必要说我挂代理啊 这个单纯就是网络问题 单纯网络问题 我服了 状态码是不是200 无所谓200不200啊 因为如果说不是200的话 他也不会 他他也会运行的呀 就相当于他现在是在哪一步呢 在这个地方卡住了 在这个获取数据这里卡住了 打在这一步卡住了 懂了吗 卡住了 他没有保存下来 按正常的话 这里是能直接保存的 好吧 换个视频吧 浪费时间 你换个视频的话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同样的问题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同样的问题 你可以换个视频一样的 我把这个链接复制过来 我不知道是不是视频 应该不是视频的问题吧 应该就单纯是我的网速问题 我觉得 我觉得单纯是网速问题 那你换个视频的话 如果说你网不好的话 它还是一样的 反正视频呢 标题能拿到链接也能的 诶 真是视频问题啊 你不会真是视频问题吧 你不会真是视频问题吧 这里的话 我看一下 真是视频问题啊 不应该啊 那这里的话就是 有一个是NP3的 有一个是NP3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是一个NP4的 这个NP3的话 它是只有声音没有画面的 它是没有声音的 它只有声音没有画面的 然后我们这个NP4的话 它只有画面没有声音的 它这个播放器不支持 换一个播放器 给你看一下 它这个的话只有声音啊 只有画面没有声音的 只有画面啊 没有声音 看到没有 对不对啊 然后的话 刚刚那个的话 它只有声音没有画面啊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的话 就是要把这两个给它合并啊 给它合并一下 给它合并一下 合并咱们的一个音视频啊 音视频 合并的话 你们有这个软件了没有 这个FNPG的软件的话 没有的话 去加木子老师啊 这里再一次跟你们说一下 去加我们的一个 木子老师 加木子老师去去要一下 要一下这个软件 然后它发给你的话 会是一个压缩包 会会是一个压缩包 对压缩包之后的话 你解压一下就行了 自己去解压一下 自己去解压就行了 然后解压 随便解压到哪一个文件夹里面 都可以啊 然后我是解压到这里面啊 那它是一个 一个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压缩包 然后你解压之后的话 会有一个文件 会有这个文件 然后你把这个路径的话 去添加到环境变量里面 就可以了 添加到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的话 就是在我们这个电脑 右键 电脑右键 点击属性 然后选择高级系统测试 高级系统测试 然后再选择环境变量 再选择我们这个pass 然后呢 你选择新键 新键之后的话 你把你刚刚复制过来的 那一个路径啊 给它直接粘地上去就可以了 等你把这个路径粘地上去 就OK了 懂了吗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你就大概设置一下环境变量就行了 那完事之后的话 合成命令的话 我就直接发里面了 这个是合成命令 这个命令的话 不需要去记 大家摆住一下就有的东西 把这个是合成命令 合成命令 然后我们去调用一下命令 去调用一下命令 然后我们直接导入一下 那个sub的一个模块 input 导入这个 然后我们直接点上一个run 然后把这个cmd给它传进去 这样的话就可以进行一个合并了 合并了 我们把这两个给它删了 我们重新下载 我看一下重一下子也没问题 应该没问题的 它就会直接合并 合并之后的话 我放到这个data的文件夹里面 这个video的一个文件夹的话 它是单独的视频 视频画面 然后这个data里面的话 就是我们完整的视频内容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会有这个红色的信息 这个不是报错 这个是合并信息 视频合并的一个信息 它不是我们的一个报错信息 所以说不用慌 不用慌 来我们直接播放一下 这个是我们合并好的 这是合并好的 它既有声音也有画面的 OK 看到了吧 这合并的话 其实就这么简单 你只要把它的数据找到就行了 单个的话还是比较容易的 看见红色就应激 没必要 它是合成的信息 合成信息 不是报错 OK 看到效果同学可以coco9 看到效果的同学可以coco9 好吧 有问题的话可以问一下 然后这个合并命令的话 你就直接拿过去用就行了 然后创建两个文件夹就行了 但你新建两个文件夹 一个是video的文件夹 一个video文件夹 video文件夹的话 就是单独放我们的音视频的内容 然后这个data的文件夹的话 就是放我们合并好的内容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单个视频的采集 这个学会了能去做外包吗 你这个学会了做不了外包 你这个学会的话 你能做啥外包 你爬一个视频 你能做啥外包 做不了 做批量的话 你可可以做外包 如果说你学会了批量的数据采集的话 是有机会做外包的 像之前的话 我们有发过一个外包 之前的话 我们在那个外包群里面 有一个关于爬b站的数据的 但是不过是很久之前的了 但是他要的不是b站的视频内容 而是要的是b站的一些 视频数据信息 像那些什么播放的呀 播放的一些数据 像一些播放量 然后他的一些点赞评论的一些数据 他是要把这些数据拿下来 然后的话是 给你看一下 就这个 打b站的一个数据 他是要的什么 要的这些数据 看一看 打要的一些什么 什么视频id 对吧 然后粉丝数量 等级vip的一些什么 然后还播放量 短点赞量之类的 视频的时长 等等七七八八的一些数据 你把这些数据拿过来 然后的话 他是1000块钱 1000块钱 所以说你只是单独爬一个视频的话 这个是没有什么外包的 这个的话你确实做不了什么外包的 因为太简单了 能刷播放量吗 能刷评论 能刷弹幕 能刷 能刷投币 你刷播放量的话 你得换账号 你得有那么多账号才行 有那么多账号就可以 然后批量点赞评论 批量点赞评论的话也可以做 你评论的话和点赞评论的话 之前有很久之前做过 你找他这个接口就行了 找他这个评论的一个接口就可以了 还有找他那个点赞投币的一个接口 就OK了 好吧 OK这是咱们单个的 然后我们做批量的话 批量的采集账号怎么弄 账号我也不是卖账号的 那我哪知道账号 你去买账号 可以去买账号的 可以买账号 我之前还做过一个批量私信的 我之前做过一个批量私信的 然后的话一次性最多能够一个账号最多最多能私信100个 最多能私信100个 可以去买账号 买账号的话很便宜的 那种有一些那种账号几块钱一个 那种海外的就只能 他不能上传视频 他只能评论啊 或者说私信啊 或者说点赞啥的 OK我们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多个采集了 多个采集的话是就是比较麻烦的一个点 批量采集啊 那么第五步吧 批量的采集数据 这个批量采集数据的话 主要是分析它的一个链接变化规律啊 分析链接的变化规律 我们写一下 变化规律 就是你请求这个链接它是怎么变的 但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 请求网址的话 其实就是这一个视频播放页的网址啊 你主要改哪个呢 改这个bv号就行了 他每一个视频的这个bv号是不一样的 打主要是这个bv号啊 其他的话都没有什么区别 打主要是这个bv号啊 b号你多看两个就知道了 你多看两个视频吗 那给你看两个视频 打你对比一下 打对比一下打中间后面这一段你不要都行啊 这个这个你不要的话也能获取到数据啊 它其实主要改变的是哪一个呢 主要改变的就是这个bv号啊 主要改变的就是这个bv号 因为你像你像你后面这一段内容 你不要他他一样能访问啊 但一样是可以访问的 所以说啊 哎 点错了啊 一样是可以访问 所以说没有必要啊 所以我们只要获取他的一个bv号就行了 打这种bv号的话 我们就在这个列表里面去获取就行了啊 列表在这个列表一面 但这个列表的话 啊还是一样的 我们去抓包啊 去抓包一下 那么刷新网页 刷新网页之后的话 我们去搜一下他的一个bv号在哪个地方 他的一个bvid 那么搜一下 嗯 他没出来吗 那在这里啊 啊 这个的话就是他的一个啊 整个页面啊 整个页面 整一个页面的一个什么呢 啊 bv的号啊 b号 然后还有他的一个视频信息 那bvid 然后他的评论内容啊 这个是应该是评论啊 十条评论 然后作者 然后他的一个时间啊 这是上传的一个时间 应该是上传的一个时间 视频时长 到五分五分啊 五十七秒 还有他的播放量啊 播放量两万多 然后标题 是不是啊 这些都有啊 都有 还有他的一些呃弹幕啊 还有弹幕的一些 弹幕的一些数量啊 都有 是吧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要获取他所有的bv号的话 就请求哪个呢 请求这个链接啊 请求这个链接啊 但是这个里面的话会有一个加密参数啊 有加密参数 那主要的话就是这个bvid啊 bvid啊 把这个什么w-rid 还有前面这这些遗传内容啊 前面这些内容 像这些东西的话 就是我们要去解决的一个东西了 ok 他的一个 数据包 这个的话其实挺简单的 我教你们啊 呃 他不是有很多这种乱七八糟的吗 你会看到他他会有 就你如果说进行翻译的话 就你去做翻译啊 做翻译 你可以看看他的一个变化 这是第一页的嘛 你看第二页的一个参数 第二页的链接啊 第二页的 对不对 他的这种参数会变得很奇怪 啊 就就根本就没有规律可言的 是不是 而且你像这种的话是比较难去找的 那像这个呃b站的话 其实你只需要解这个就行了 啊 只要去逆向这个w-rid的一个参数就可以了 像前面这几个参数全部可以删掉 对啊 这几个参数你可以不用管 不用管他 直接给他删掉就行了啊 你请求的时候也不用带他 你去呃 进行加密的话啊 去逆向这个参数的时候也不用带他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做批量了 你直接逆这个参数就可以了啊 另这个w-rid的一个参数就行了 那这个参数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去搜一下啊 在这个里面去搜啊 去搜一下 搜的话他就两个地方嘛 就两个地方有嘛 一个是这里嘛 打一个是这个md5的这个地方 对不对 你直接打个断点就行了 然后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这个r的这个地方 短力可以打个断点 让我们挑转到新的页面 让我们到第三页去 让他把这个断点断住 断了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他是在哪里呢 在这个地方断的啊 在这个地方断 那这个u和c 这个y和c 对啊 是y和c v加c 然后的话 通过了这个r的一个函数 进行的一个传三 那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内容啊 那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w-rid的那个参数 然后这个y是从哪里来的呢 y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是通过这个f.join 对啊 合并的 就是f的话 它是个列表 f的话是个列表 这列表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这列表里面的话 就是除了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就是除了我们那一个 w-rid的参数以外的一个内容 除了这些以外的内容 看了没有 只要除了这一个参数以外 其他的数据 像我们的一个wts 对啊 我们的一个什么 tid 然后我们的一个ps 带我们pn pn的一个值 还有呢 还有我们的一个 那还有我们这些呢 都都有啊 就除了什么 就除了这个值以外啊 其他的全在这个列表里面 全部在这个列表里面 然后再加上了一个什么 然后把这个列表 合并成我们的这个字母串 以这个符号啊 以这个符号去合并 合并成一个什么 字母串 就变成了我们这个y 啊 合并成字母串 变成这个样子了 然后再把什么呢 再加上一个c啊 加一个c 对 y加c嘛 那y加c 就通过这一段 然后干嘛呢 通过一个md5的一个加密啊 通过一个md5加密去生成的 对啊 一个md5的一个加密 生成出来的 懂了吗 啊 就这么简单啊 虽然说它很难 但其实 其实不难啊 就是一个md5的一个加密啊 我们请求的时候 就不需要带它啊 不需要带那些其他的一些参数啊 我们来获取一下 给你们写一下代码吧 那我们的请求王子 那我们这里用个link 嗯 王子的话就用哪个呢 就是它嘛 给它复制过来 那我们的请求参数 md5标准的 对啊 标准的md5啊 它是个标准的一个md5啊 它不是魔改的 也没有加营啊 呃 请求参数的话 我们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把这段给它复制过来 它难的话就来 来自于那几个参数会比较麻烦 但是那几个参数的话 可以不用管它 啊 可以直接给它删掉 到了 全部替换 那这是它的一个请求参数啊 请求参数 然后这几个参数可以不要啊 这几个参数全部不要 打全部不要 打就留这几个就行了 然后这个wid的话 我们就进行一个什么呢 啊 趋利项 我们可以写一个函数 打我们前面可以定一个函数啊 df get我们的一个 剩吧啊 随便给一个名字 然后我们有个f f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列表 对 我们把那个列表给它拿过来 copy 那就这个 然后这里面你要去逆的话 这几个我也不要啊 这几个也不要啊 这几个的话你也不要 打也不要 打就留这几个参数就行了 然后的话我们主要改什么呢 改这个配具嘛 啊 这里的话有个配具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对他唱 啊 主要改他的一个印码 打这个配具的话 就是他的一个印码 啊 这个是他的印码 然后这他唱的话 是他的一个时间戳 啊 这个的话时间戳 给他改一下就行了 然后给他合并什么呢 合并成字母串 啊 合并字母串也就是我们的歪啊 也就是我们的歪 对 歪的话就是等于什么呢 对 用这个符号给他进行一个转移合并嘛 然后我们的一个加密的一个参数啊 就是Y加C 但Y加C C的话是哪一个呢 C的话就他啊 就这个值啊 这个值是固定的啊 你给他复制过来就行了 但他是固定的一个值啊 直接给他复制过来就行了 那摩改的话 你就直接扣代码啊 直接把他的那个扣了就行了 啊 摩改的话你就直接抠他的一个MD5 就把那个R的函数给他抠出来就行了 就就就摩改的话也没关系嘛 如果他是真的是一个摩改的话 你就把这个R的一个函数给他抠出来 对不对 把这个给他抠出来就行了 那R的话是通过调用了什么呢 调用这个A 那A的话是调用的传到哪个传到这个 那这个A是从哪里来的 你就把这些代码给他全部给他抠出来呢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MD5的一个函数啊 啊 这里话是一个自制型啊 打自制型 然后的话他把这个方法导出成这个导出这个对啊 这个R的话就等于A掉了这个玩意 对不对 你到时候把这些代码的话 你给他抠出来就行了 然后他缺什么补什么就行了 把他写的一个自制型自制型的话 然后的话 他是拿什么拿这个进行的一个导出传了两个参数进去进行的一个导出 反正就扣代码啊 如果说魔改的话就扣代码扣他的一个GIS代码 导我们的Hashi模块啊 import hashlib 他们使用MD5 点上一个MD5 然后一个MD5去接收 MD5点上一个updata 7啊 点上encoding UTF-8 嗯 UTF-8 然后的话我们进加买啊 WRID-RID的一个参数 MD5点上加密 OK把这个值给他干嘛呢 返回出去 Return Return返回 这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加密的一个内容啊 加密的参数获取啊 那我们这里的话写了之后 我们在下面这里啊 就获取一下 获取一下我们的一个加密参数 打获取一下加密参数 我们要传两个值嘛 一个是配置嘛 啊配置的话我们直接搞个复循环啊 for page in我们认识 从第一页到多少页 他一共有多少页的话我们就循环几次啊 他一共有20页 那么到21嘛 到21 我们输进一下 啊 然后这个配置有了 然后我们这个DataTime呢 就是时间戳嘛 那么获取时间戳啊 那么打入一个时间模块 import 把这个时间模块给他倒进来 那么获取一下当前的一个时间戳 它是结尾多少位的 来我们数一下 369啊 那么就是秒级的 他不是毫秒的 印射 扣号 cham 点上一个cham 打这是我们的一个时间戳 然后他会返回我们w-id的一个值 是啊加密内容是不是有了 那我们这个时间戳的话是不是用他 那我们ts是不是用他 然后我们w-id的话是不是用他 然后我们配置啊 pn的话就是我们的页码 哎就他了 让我们去发送请求 啊 加获取他的一个线数据 那我们用个link阶层 等于什么request点上一个getul 等于ul performance等于data headers等于headers 点上一个节省 那打印一下啊 这样的话我们21页的一个数据就全部拿到了20页的数据啊20页的数据全部拿到了 正在 采集第多少页的数据内容 我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啊 我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啊 但万一报错的话就很难受啊 但万一他来个报错我就告诉了 来我明显 嗯 ul那提放着我们传了什么啊 这里是个link啊 我怎么写了个月啊 啊 这里是个是个link啊 写快了啊 那第1页的第2页的第3页的第4页第5页第6页 就他每页的这个数据就全部拿得到了 打每页的数据的话就全部拿到了 看吧20页的一个数据啊20页的那一个数据但是我们没有去解析啊 啊没有去解析 那因为我们要要拿里面的一个什么要拿里面的标题吗 呃相对于我们现在只是拿到了什么呢拿到了这个数据啊 只拿到这个响应数据把这个响应数据拿到 你把这个响应数据拿到之后的话 他里面的标他里面的标题和bvid的话 还难吗 对不对 那是不是就不难了 啊你就按照我们刚刚说的字典取值的方式吗 那么来给他写一下 根据我们字典取值啊提取一下我们的内容啊 来我们直接啊 复旋还便利 那提取我们所有视频的一个b号 b号 啊 for我们的index in我们的link接生 去data data下面的哪一个呢 listlist下面的vlist啊 然后我们再把bb号拿到那bvid bvid的话就等于index去什么呢去bvid 然后我们的title的话 呃打印一下 title 啊他都不打印了我们直接去保存数据吧 打直接保存数据啊 啊我们这里话直接去保存数据就行了把这个id给他传进去 把我们前面保存的我给他删掉 把这个前面保存的给他删掉 那我们直接运行 那这样的话他每一个视频啊 每一个视频的一个b号啊 每个视频的话就会一个个进行的一个采集 那这个的话是采集的什么那个黑孩子嘛就第一个视频嘛 那这是第二个视频嘛 啊这的话就是一个啊批量的一个采集 那先把单个的采了啊 先把他的一个一个个视频 到每个视频的一个音频和他的视频内容给他汇集下来 然后的话我们再去获取把这个视频给他进行合并 大家清楚改止结构 técn externally